好的主播 画面中可以看到一辆小黄90度侧翻 直直倒在马路中间 右侧一辆银色轿车停在路边竟惨遭波及 被撞到从停车阁内推出来 玻璃碎片洒了满地 驾驶相当傻眼 我傻眼 就傻眼 清晨五点左右 高雄市前京区 一辆计程车行进七弦二路 于自强一路口时 不小心擦撞到停放路边的两辆汽车 其中一辆银色小客车遭到猛烈撞击 整辆车都被推出停车阁 而闯祸的计程车更是随即当场侧翻 肇事的计程车司机表示 当时是为了闪避冲出的动物 感觉可能是狗或是猫 所以才不小心擦撞到路边的车辆 警方事后对肇事的小黄司机实施酒测 并没有酒精反应 目前详细的车祸肇事原因 交通队正接受调查厘清中 以上对新主播 我是哈远怡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怡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